好 因為昆裕大哥是資深的政治幕僚 所以我請教 延續剛剛冠婷所提到的問題點 盧秀燕本來早上的行程 然後他說 我們不聯訪 那其實有時說不聯訪 記者已經到了 有議題的話還是可以問嘛 對不對 不聯訪不聯訪 然後傍晚的時候 還有行程 然後就說 我是長本人沒贏堂克教 我是金發局長出席 那這件事情呢 剛剛我們又看到的是 像是多發局說 這個屋主換人之後 我們將會請他 要做違建的改善 將喔 已經過一年了 還是將喔 那我請教你 這個政治效應的部分 對於盧秀燕或中部 人家宗霸天這個共主 會有什麼樣的效應嗎 這個政治效應 我覺得跟司法判決 會有比較有關係 一千萬交保數字 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小數目 而且你不要忘了 不是他一個人 依照以前大哥的 作業習慣 對我一千萬 作業習慣 對我一千萬 交保 我老婆五百萬 是不是也我出 對啊 零星員工也五百萬 那是幫我辦事的 是不是我也要給他安家 也要把他弄出來 所以他那個晚上是籌了兩千萬 很快 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晚上銀行沒開 那這是另外一個面向 我的講是說 這個兩千萬 這個數字 會開出這種數字 讓他交保 其實這個檢察官 是有一個意義 放在那個地方的 接下來 嚴慣草 一定要講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因為他從中二選區開始 他的故事 一直就說 我是小蝦米 我被打壓了 我很悲慘 大家要同情我 要來救我 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 現在很多人的邏輯 是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大家知不知道 公關界 有一個概念 每個人都想要打小蝦米 對大鯨魚 這種悲慘的故事 但是有很多人 他不是這樣子的故事 第一個他並不是蝦米 他不小 他其實是龍蝦 他有熬的 大家會怕他 他不是蝦米 你就演不了那個故事 第二個 他的故事 他也不夠悲慘 對不對 所以他也博取不了 人家的同情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如果要讓這個故事 能夠博取人家的同情 你就必須下去演 就比如說剛好 我這個對蘇縣長 有一點這個不禮貌 但是我講說實在話 他就進去關了 你不管他真的假的 他進去關了 他進去絕食了 那他把動作做出來了 那是一個態度 對 那個態度做出來了 那大家就開始才會說 這是不是真的有什麼樣的問題 要哭點就是了 對 要哭點 至少要演一下 要苦肉記 你等一下要苦一下 不是啊 因為選舉還很久 現在苦 然後不知道要關多久 我真的假皮也疼 你知道嗎 那你連這一點 現在太早了 你連連這種皮肉傷 你都不願意扛 請問這個事情 怎麼能夠演成一個 公關上的一個 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故事 我覺得你那個龍蝦論 很有記憶點 來 電影律師是這樣 我今天看到的是林傳媒 他整理出來 順著國民黨的邏輯 他就整理出了一個 各個交保金額 第一名是誰 是3323的林醫師 對 然後他是 五千萬元交保 我們再來看 很多人都在問 瑞德哥也被問到很煩 高鴻安 高鴻安 對啊 高鴻安 那個案子怎麼 辦得都沒看到 還被地檢署 已經一百多天了 趕快 到底要怎樣 起訴不起訴 給個交代吧 對不對 那高鴻安的部分 因為他雖然說 案件是涉嫌助理費 那其實金額不大 所以他是60萬元交保 那再來看 我們順著從這邊看下來 嚴寬人是1000萬 雲林縣議長沈中榮 那一個案子 好幾個人去分2600萬的錢 那這個綠能設幣案 是200萬元交保 那再來他講到 民進黨的部分 像是郭再青這個案子 議長社會案是300萬元交保 我們來看 洪孟凱說什麼 洪孟凱在黨團開記者會 說你看看 台南政部議長 交保的金額只有150萬 只有120萬 甚至還有檢察官 他涉嫌收費 1.2億的案件 交保金只有100萬元 雖然說 那個呂家凱認為 那也沒意義 逼金額要幹什麼 可是對於國民黨 很多人的論述 他們認為是有意義的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來看 我要這樣講 洪孟凱的邏輯真的不好 為什麼 他說你不要當民進黨的政治 檢調不要當民進黨政治打手 然後列了一堆民進黨被辦的案子 台南議長 如果是民進黨政治打手 就不會辦了啦 所以檢調 我就不要去給他隨便貼一個政治標籤 說他就是民進黨 或他國民黨 每個案子不同的案情 你看最近被辦的台南議長 或副議長選舉 那個對民進黨有多傷 但是檢調如果真的是民進黨打手 像洪孟凱所講 這個案子不會出來 所以這個邏輯顯然有問題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說 他去講那個比例原則 所謂的金 一千萬交保 其實為什麼交保金 在司法實務上面 很重視說保金的意思是什麼 他在刑事訴訟法上面 叫做你對於這個刑事犯罪 涉嫌重大 這是前提 那你應該可能可以被羈押 但是沒有羈押的必要的時候 我就拿一個保金 擔保你 第一個你不會串政滅政 擔保你不會去逃亡 所以他有一些讓你心生畏懼 說我因為有錢在這邊 如果我今天去做了串政 我的錢會被沒收 所以這個錢要是相當 相當是什麼 如果今天對於言寬恒而言 你看他一個晚上 他銀行都沒有在上班 一千萬 還是他太太的五加五百 或者叫他助理五百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出的 一個晚上能夠這樣子 充容的幾通電話 心理煎熬了一段之後 把錢扛出來 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你知道晚上去 不是領兩千塊 是兩千萬 兩千萬一指 心理箱夠不夠 連看都沒看過 真的沒看過 所以這個東西 這樣的一個金額 對言寬恒 言家有沒有能夠逐身警惕 我都懷疑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 警察官給你交代說 你不能去串政 不然這個一千萬就要沒收 有沒有效果 一個晚上不用銀行上班就可以籌得到 有沒有效果 所以從看保金 他是看這個金額 跟你的這個人的資產 跟你會不會心生畏懼 這個概念是有沒有這個擔保的效果 另外一個是這個案子 其實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在於說 其實我們知道在偵查實務上面 今天九張搜索票 搜完之後 這只是第一段 後面都會是相關的見證資料 要開始去做調查做比對 裡面這個所謂的航吊組 過去的案子裡面 我們其實上次去年在節目上也質疑過 言寬恒在立法委員的這個質詢台上面 利用立委身份去跟這個105號港口 這件事情說 你應該這個碼頭不應該語明真理 結果後面你質詢完之後 家族在這邊獲得的標案 這個部分跟公權力有沒有相關的利益關係 這個部分會變成一個貪污制罪條例的 這種可能潛在的問題 航吊組做這樣的一個偵查 清權綱也好 或者是這個105號碼頭也好 這一個部分我認為都是潛在的 那對檢察官來講 現階段跟你講這個是竊佔 這個是可能衛造文書 但是他只要一個動作 我看完搜索的資料 相關證人的證詞之後 我只要做一個欠分 我簽一個案子出來 如果變成貪污 他就有可能會另外再立案 所以這個案子我認為 嚴寬來到目前為止 是在對檢察官做政治口水操作 但是他講到一個重點 後面會接踵而至 為什麼會接踵而至 他自己有意識到說 這一個九處的搜索票可以發的出來 法官每一張都合的情況之下 檢察官的證據有到一定的相當程度 可以取信於法院 而後續我認為國民黨在這邊 不管是洪夢凱也好 國民黨團也好 在這裡面去做蝦挺 做背書 哪一天這個案子如果起訴了 幾年之後如果法院判決了 判決書拿出來 就會對應現在國民黨團所講的話 判決書的內容 你要幫嚴寬恆背書 這些政治人物 洪夢凱也好 這些國民黨黨團也好 你要跟著嚴寬恆一起下去嗎